花甲酱烧鸭就是大排蛋的味道 太美味了 一口一个 太过瘾 又鲜又嫩 走 我们看看怎么烧的 这代的花甲早上买过来之后 让老板上的盐水在里面吐沙 到现在都没动过 应该吐得比较干净了 这样我们把它倒出来 清洗一下里面好多好多的泥沙 肉盐可见 多清洗几遍 泥水备用 照一大锅子清水 放入两个姜片 少量的料酒 等它煮开 水开了 只要花甲现在一定要加多多的水来烧花甲 定击倒入花甲 并且准备好这样的大勺子 平衡在锅底的它 有开口的花甲立刻撈出 这颗的花甲是最鲜美的 大多数都开口之后全部撈出 每开口的放回去继续煮 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南冬甘露 葱花蒜蓉小米辣 油烧之后油烧香 继续烧火来烤个白酒汁 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入白酒汁 适量 少量的香醋 扫干扫干扫糖 煮开后淋在玫瑰的花甲上 一会儿功夫 全部烧好了 花甲这样烧呀 各个鲜嫩又肥美 真是先到姥姥家了 是不是特别的肥嫩 饱满 今天我就把大厨的烧制方法教给大家 保证你们在家里也能知道 大排档的美味 一口一个太过瘾了 一口一个太过瘾了 谢谢大家